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最近跟朋友聊天 聊到以前我每天为孩子做便当的满满的温馨的回忆 因此我在想这一次我就来教大家 我如何简单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完成便当菜 在这里我用了善良白肉鸡鸡腿 我先用盐曲在上面抹过 所以这一道料理我就不会再加盐了 善良白肉鸡鸡腿有两只 所以一只我用烤的 另外一只我就用压力锅来清蒸压力锅来煮 我还有设计了松板猪 还有我们的小肋狗 这几道当成主菜 然后我还会烤一些根筋类的蔬菜一起 大家看着我怎么做咯 这个是菇类的 大部分我买回家之后 我就直接把它丢冷冻了 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再来你看到这是冷冻蔬菜 在缺菜期还有做便当的时候 它非常的好用 马铃薯 还有南瓜 这都是根筋类的 可以跟我要烤鸡腿的时候一起烤 所以你就可以同时完成很多道菜 那这一次呢 我要教大家来煮红梨姜黄饭 红梨很细 所以我会用滤网来洗 避免流失 那还有三日苗芽菜 我要用之前啊 我都会先把它泡一下过滤水 让它吸收水分 接着看到这是姜黄粉 姜黄粉呢 我在打绿拿铁金粒汤 或者是煮饭的时候都会加 再来这是我这次用到的 有嫩姜 蒜头 还有马糕 马糕记得压水 鸡腿我一直用烤的 一直用压力锅下去蒸煮 所以马糕我抹在要用压力锅蒸煮的这一只鸡腿上 抹完都先让它静置一下 然后这里生抽啊 我把它淋上去 把它抹均匀 一方面可以上色 那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鸡腿的风味 所以我这一道用烤的 你看哦 我有洋葱 有杏鲍菇 有南瓜 还有蒜头是调味 然后再跟鸡腿 所以这样子就已经有好多道菜了 煮菜跟精类一起 所以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啊 如何有效率的善用工具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工具人啊 然后这里看到我烤马铃薯的时候 我有先煮过再烤 接着来蒸煮另外一只鸡腿 因为我用的是压力锅 所以要有一杯水 然后这个鸡汤汁全部都会留在锅子里头 也在蒸煮的时候啊 我把菇类放进去 然后也放了一些洋葱跟南瓜跟马铃薯 这样这一锅又是另外一道菜 平常我都会把葱切好冷冻起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我刚加的是白胡椒粉 这样也很简单 你一边烤鸡腿 然后一边蒸煮我们的鸡腿肉 然后蒸煮完了之后啊 我把鸡腿拿起来 给大家看一看这满满的鸡汤汁 一道料理然后很多食材 那它很丰富 两页多 这是刚才烤出来的 跟筋类 在上面再加一点香菜 我就可以装便当了 其实这样的过程都不难 而且都可以同时进行 稍微构思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如何同时间完成很多道菜 我都会把我们的果酱玻璃瓶留着 然后会保存一些辛香类调味料 这样的便当啊 非常好吃 而且很漂亮 还有下一集 我们下次见 拜拜